很多的花友喜欢养文竹之丽的 总是黄叶 它特别喜欢这种枕叶状的植物 非常有趣味性 那您可以考虑我面前的这个 这个叫虎尾天门东 它就不怎么爱黄叶了 而且它的根系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我给您看一下 在本草钢木上面的这种东西都是药材 它是良性的 这个季节就别吃了 我前两天吃了以后还有点拉肚呢 因为它是良性的 尽量别吃尽量别吃 虽然说有药物价值 但是你们别吃 我跟大家稍微一点这个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毒 像一般的你的猫啊狗啊 抓了咬了宠物吃了没事 这个没什么事好吧 就是简单的一get 它养护起来呢很简单 它对于光照这一块呢 你要说光照很好 它并不怕晒 因为这种蒸叶状的耐汗能力还有 而且呢它还不怕阴 光照没有 你说在阴面也可以养 浇水这一块呢大家要适当的拿捏 它相对来说呢 它是比较耐汗的 因为下面有很多的这个流根啊 这种 这种带水泡的这种根 它的一个耐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大家浇水的时候 尽量的维持一个排水透气的前提下呢 就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就好了 用土这一块呢 尽量的选择那种松软的沙长土 就像类似于咱们种花生也是一个道理啊 对 它的味道也跟花生很像 就是没熟的那个 之后呢就说到气温 这个的话 最低零度以上呢 就完全ok没问题的 而且它可以长得很长啊 长得很长很夭壮 就像 就像湖里的尾巴一样 所以说叫虎尾天门洞嘛 温度它并不怕高温 你像三十多度没什么大事啊 耐汗能力也很优秀 最后一点说到用肥啊 大家就可以选用那种通用的肥料就行了 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 大家可以多用一些个倒壳炭或者炒木灰摊到里面 这种高甲型的 让它下面的根长得更壮一些 记得轻换盆啊 一般你像这种盆你要不换的话 有它一年就能给你蹭破了 对就这么哇塞 它能长得非常的变态 也很哇塞 好了 我有天安门中的一个分享养货 献给了大家啊 如果说喜欢的话 可以来我直播间 同样我们家 价格也很美丽 带着盆带手发货 好了 好了花一 拜拜